那两份这样 你开车送何小姐回家 好吗 没问题 那何小姐 我在门口等你 好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的晚餐 再见 何小姐 您请 我不用你送 自己走 谢谢 这可是你说的啊 别到时候跟我们老板那儿吹整天风去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呀 有些人呢 道貌岸然的 其实不就是见钱养开吗 你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美人的 你爱告诉谁就告诉谁 这是你的自由 我也管不着 反正我跟你们老板也没什么关系 你爱信不信 别说话一次高高在上了样子 装矜持装高贵 哎呦 那得多累啊 其实呢 吊着一大老板 心里特美吧 那也比不上你啊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非得把别人灌醉了不可 好 怎么了 你跟合花真的是发小吧 是啊 就是从小一起长大那种 废话 你了解他吗 了解 他来北京到底是干嘛的 是不是来帮大款来了 瞎说什么呢 他是这种人嘛 那我说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啊 怎么了 我拿你小的命好啊 你说说你啊 之前碰个姑娘 连话都说不全会儿 现在偏偏让你碰到个孙妙雪那样呢 也不知道妙雪怎么了 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被门给紧了 很上赶的你 你跟我讲讲 你是不是藏了什么绝招了 你要真会什么绝招 你教教我行不行啊 哎呀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呀 你别玩了 你听我说行不行 帮我问问何花 是不是跟一个宾利男好 宾利男 对 宾利男 是一个开宾利的男人 宾利你懂吗 车 开宾利对 你说他要跟这个宾利男人 是真心相爱两情相悦 我李健就是什么都不说 就怕他是一时赌气 为了钱才出卖自己 何花 何花不是那种人 我也希望他不是那种人 可是我亲眼看着他上了宾利 跟人家走了姜波 这 这代表不了什么呀 我跟你讲啊 那男的把车 就停到他们公司门口 下车亲自给他开车门 何花那脸笑的 就真跟一朵何花似的 上了车蹭下就没了 然后呢 这还用然后吗 说明他们俩很有可能好呢 明显证据不足 何花上了别人这车 就能说明他俩好了吗 那我还老上你的车呢 咱俩好了 你别不扯那些没用呢 你说我怎么才能确定 这很简单啊 你直接去问他 我拿什么跟人家宾利比啊 我以A6 好了 万一人家何花不喜欢宾利 喜欢咱A6呢 这确心眼啊他 请进 编主任你好 小哥来了 来来来来快进快进 你看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就随便给您买了点礼物 这礼物可不能收啊 又不是外人 那不行您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这点礼您就收下吧 就我一点意思 应该的应该的 坐坐坐 那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你看你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啊 我再送你别的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应该的嘛 我接个电话啊 我接你去 喂 老花 今天晚上下班人没有时间 一起吃个饭 我没时间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跟你说了我没时间 我现在有事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呢 今天就是我告诉你啊 我没生你气 你好 没个事吗 那你答应我 答应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饭 我就没别的事了 行行行 那我下班接你去啊 不用了 你告诉我时间地点我自己去 成 今天晚上七点 世贸天街 不见不散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变主任 咱接着说 是建军吧 你们俩吵架了 不是的 其实这谈恋爱的时候啊 两个人小打小闹 也是一种情趣 他肯向你认错啊 证明他在乎你 变主任 你认识李建军啊 说好了要保密的 不过跟你说了也没什么 本来也是件好事 是这样 建军呢 跟我们家老李认识好几年了 他看你啊 在北京一个人 人生地不熟的 跑业务这么辛苦 就到处找关系啊 帮你 正巧了 你前两天呢 来找过我 我们家老李那天跟我一说呀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本来呢 是想过两天给你打电话的 没想到 那天在医院 就碰上你了 那你后来 买我们公司的产品 也是因为 反正我们医院呢 也要盯这些契机 不从你这儿买呢 也得从别处买 算了 不说这些了 小盒 你和建军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这这这 哈 哎呀你瞧 你还不好意思了 我和建军这人呢 认识也几年了 他的那些女朋友 七七八八的 我也见了不少 哎 但可没有一个 像对你这么上心的 建军这人呢 贫是贫了点 不过人呢 可是真好 看得出 他对你啊 也是真心的 哈哈哈哈 那行 编准我公司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你先忙啊 哎 小盒 你再坐会儿 没事没事 我不坐了 您忙您的啊 好啊 哎 再见 坐这儿的温泉水也不上 嗯 嗯 经常到这儿来 心情也就好了 嗯 哎 哎 老婆一人在后门呢 我说帮她拿包吧 她不让我拿 你看 您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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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了 主人好啊 嗯 好 哎 你们先走 你还生气呢 我要不是看你腿不好 我才懒得管你呢 哎 哎 誠总 英大� sitzt 你别急烧 这个 eg っていう 传总 哎 任总 你好 啊 现在 嗯 可是我约了人了 好好好 我马上到啊 我去 好 一会儿见 来 见了 老花啊 这位投掣你也认识了 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投掣帮忙 好好好 有什么事你就来找我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能帮 好嘞 谢谢你 任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走吧 那行 曹主任 我就不送您了 我送曹主任 再见 再见 曹主任 走 好 大哥 你别开玩笑 你什么时候没电 别这时候没电呢 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 您您不是说好 好 谢谢 American прок 因为我还会触变成要 对 对 我先去车里坐着等他 你手机借水一下 行不行 借水一下 先借你们 谢谢啊 没事 1580 1580 这儿来了 你不是忘记号码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1580 你能快点吧 158012 你看 这会知道你朋友号码在中央前 不是 不是 你让我 好 对 好 好 我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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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苹果 来 吃苹果 再咬一口 来一口 你们俩是来气我的还是来看我的 地球这么大 你俩不去外面秀恩爱 偏跑我病房里来秀 是不是还嫌我不够悲催 我跟你说 你有点良心啊 你得的是肺炎 是会传染的 我们两个冒了多大的生命危险过来看你的 要不是看你妈出去旅游了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我们两个才懒得理你 小姐 只有非典型肺炎会传染的 她那种没事 看我男朋友懂得真多呀 那妈呀 服了 何花呢 是她害你入了院吧 我跟何花说的 可是她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也好 我可不想让她看到我这狼狈的样子 你说你娘是不是有病呢 挺好的一个老爷们 现在跟英哥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我说那朵花哪一点好 她把你忽悠过去了吧 放你鸽子吧 人品有问题 我就一直认为何花是在考验我 这昨天晚上她没来 我也当做她在考验我行吗 你就是一兵器 什么兵器 姐 看你这样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不能见你越陷越深啊 我必须得告诉你 一个残酷的现实 什么现实啊 何花 她已经跟我们老板好了 老板 给你瞧瞧啊 看清楚了 我们老板身家至少也在一万以上 北京房子五套以上 每一套都是千万以上的 那上海深圳呢更不用说了 美国还有一块地呢 五年前离婚呢 到现在一直没去 我见到她身边的女人啊 那就像狮子见的生肉似的 生往上扑往一点都不夸张 那你怎么不扑啊 她不是我的菜 再说了她这款呢我见得多了 你看我现在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一直没动 那也是因为我对她没兴趣 是吧动不 嗯 老板 你老板是不是开了兵力啊 你怎么知道 兵力啊 不是何花怎么能认识她的 是不是你清醒大乔的 你还脑子烧糊涂了吧 谁清醒大乔啊 我还纳闷他们俩怎么好的呢 甭管他们俩怎么好的 我跟你说 我们老板对何花那真是赏了心的 那何花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呢 我看你呀 算了吧 乖嘞 其实 我应该跟你道歉 那天都是因为我火气太大 你到我家跟我道歉的时候 我连台阶都没给你下 看你说的我都忘了 我火气太大了 都是因为 我知道 你是气荷花说话 没轻没重 我理解 你不理解 其实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跟建军的关系 建军 建军是我儿子 嗯 建军是我儿子 何花刚来北京的时候 要找房子 我们家建军呢 就想帮忙他 我们家正好有一套老房子 在那空着 建军就想让我租给何花 可是他又怕何花知道是我的 不愿意接受我 就让我加班 邻居阿姨 我说呢 这 这房子也太便宜了 嗯 其实我们家建军呢 他挺不让人伤心的 年轻时候不懂事 谈过几个女朋友 说白了 以前我们家建军呀 他不是一个专一的人 不过 他遇上何花以后 他可是动了真心了 当然 我也希望 能找着像何花这样的姑娘 让他定下来 我就帮着他一起撮合他们俩 现在看来 这种事 的确也是不能勉强的 我看建军这孩子不错 只可惜何花那个倔脾气不领情 不过孩子们的事 今后发展谁能说得清楚啊 是不是 也是啊 你 想什么呢 还想孩子们的事呢 哎呀 别想了 这心宽才能挺胖啊 哎呦 他都够胖子了 还胖啊 什么胖 一点都不胖 正合适啊 真的 虚 嗯 哎 你 你的 我 你 小心 你 行 你 然后 你 尝寒一曲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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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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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说吧 是不是想清楚了 不赶紧就讲过 别提小飞 我是想跟你聊林差 她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哟 怎么想起跟我聊她了 我来之前刚给她打电话 她关机了 回老家了 回老家了 走了一堆空气了 你有她老家电话吗 我哪有她老家电话呀 她怎么突然走了呢 不知道啊 我也是因为你吧 你跟人家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呀 我上次见她 还是半个月以前的 我跟她说 我跟孙妙雪 彻底没机会了 她还安慰我呢 你就说这些没说别的 没有啊 人哪 挺有意思 这东西天天在你眼前晃的时候 你不觉得有什么 那突然有一天 这东西消失了 你心里倒觉得空洛洛的 是这种感觉吗 原来吧 在一个公司 除了周六周日 几乎每天都见 有的周团一块约着吃饭 觉得挺正常的 就普通同事关系 后来呢 愿意帮我这个忙 帮我骗我妈 骗我爸 帮我演戏 我也觉得挺顺利成章的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可念的 可是 这段时间 也没消息了 电话打不通 人见不着 就觉得空洛洛的 其实林昌在你心里 早就已经有位置了 只不过是你自己不想承认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林昌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特别善良 你想想 林昌喜欢你 你喜欢孙妙雪 林昌又要去扮演你喜欢的那个人 请问哪个女孩 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啊 她心里有多痛 你知道吗 还有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爸妈说结婚证的事 是不是在你的潜意识里 你希望和林昌这种关系 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是不是 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你着急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你放心吧 我怎么说也算是林昌的一个好朋友 她要是不打算回来的话 一定会来跟我道别的 你就不能主动去找她吗 为什么每次都是人家主动你 你 你主动一回不行吗 我告诉你啊 你别等到真正失去之后才后悔 你穿的什么东西 你避免 你不问你 您好 您是我拨打的电话 什么 贾阿姨是 是李健就是他妈 我也是刚刚知道 怪不得 那天贾阿姨反应那么大 是啊 不过那天还是你的不对 就算贾主任跟建军没有关系 你也不应该说那些话呀 看来李健军是早有预谋的 我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人 小花 你有时候的想法有些片面 我怎么片面了 就算你不喜欢他 可看得出来 建军对你是真心的 你有时候做事太绝 一点面子都不给别人留 这样其实不好 你想想 如果你不喜欢建军 你折腾他一下 他早就跑了 哪至于说被你说成那样 他还一个劲地替你说好话呢 爸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我不想靠别人 我不想欠人情 况且他那人只有张嘴会说 他要是真喜欢我的话 他为什么要骗我 可不管怎么说 他帮了你这么多忙了 现在他生病了 你买点东西去医院看看他吧 他生病了 他住院了你不知道吗 护士您好 我问一下 十六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我看他从那边出去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你怎么坐这儿了 你怎么坐这儿了 我给你买了水果 放在你病房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上网查了 好 我现在住的房子 大概是三千五一个月 这是 这几个月房租的差价 什么意思 跟我别亲关系 蒋阿姨的事我知道了 她是你妈 谁告诉你呢 蒋阿姨自己说的 对不起啊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那天都怪我没去 所以才害你 动病了 不怪你 天忆 偏偏就那天晚上 我手机没电了 偏偏就那天晚上 天君 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 你一直在帮我 你帮我找房子 还帮我找医院的关系 你为我做的这些事 我很感激 可是 我想靠自己 我第一次见着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你漂亮 对啊 刚傲 对我爱咋不理的 恰恰是我喜欢女孩那也行 你刚离婚那会儿 我就自己偷有把握 因为你是感情空缺机 只要我稍微时宜 带点心思 我就能帮你拿下 谁知道 我一头栽进去了 我一头栽进去了 而且 越陷越深 后来 慢慢跟你接触 我发觉 你 你不光漂亮 你坚强 大气 还善良 对江波 对韩明他们 你那么讲义气 这些 都太值得我去喜欢 都太值得我去保护 太值得我去爱了 我知道你不稀罕我帮助你 但 我就愿意那么做 跟你没关系 是 为我自己做的 真的 我李建坚能为我爱的人去付出 我能去为他做一些 不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特幸福 真的 跟你没关系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你说得那么坚强 你也知道 我过去遇到过什么事 我从小就任性 我太任性了 我只认定我自己认定的 但是我现在害怕了 现在只要一跟我提席 改变了 感情啊 爱情啊 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害怕 我真的付出了 得到的却只是伤害 所以我现在 没办法接受新的感情 你不客氣 不客气 我看不太大 我认识 尽快乐 你不客气 他就想跟你说 你不客气 我看不客气 我 何花 我李建真最不缺的就是朋友 不缺爱人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真的我 你不接受我没问题 真的 咱俩就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我做不了朋友 就算你不把我当朋友 我也会一直把你当朋友的 那好好休息 不要再动病了 其实你说这些都是骗我的对吧 因为我骗过你 所以你过来报复我 那天在你家你说我不够优秀 我不够有钱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那天 我在医院被你撞见 你说这些话刺激我 其实你说的都是心里话 是真话对不对 你之所以不接受我 就是因为你已经找到那个 合适你那个人了 对吧 你不用骗我 我都能接受 我祝福你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以为的话 我谢谢你 谢谢你的祝福 我说你不见他 你不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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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戴河的大诗人回来了 有什么收获啊 救命啊 又来了 这什么 坐 坐呀 来了 来了 这次北戴河会议 我是收获颇丰啊 我被正式评选为亚洲十家诗人 不可能 真是 真是 不光是这样 我被他们推选为亚太诗歌协会的副会长 候选人 那要当选了 有多少钱呢 我说罗艾兰啊 你心里边除了钱 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追求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是吧 我是个诗人 他们让我当这个副会长 是对我在诗坛上多年耕耘的一个肯定 那这个荣誉是钱能买来的吗 你真是对一个伟大诗人灵魂的侮辱 我庸俗了 我庸俗了 庸俗了 老头子 没想到你真是美梦成真哪 你看 那好吧 恭喜你 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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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家是双喜临门 哪双喜啊 咱儿子开窍了 开什么窍啊 爱情的窍啊 我那天听她跟林昌打电话 百分之百的她俩在谈恋爱 难道那天晚上 你真让他们两个那个犯错误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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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那就好 那就还有的不救 我还是觉得那个女孩子就是个绣花枕头 咱别把咱们儿子往火坑里推啊 老头子 你别总用腐朽的眼光看人 人家姑娘多好啊 年轻漂亮 工作又好 还是北京人 我现在都有一种感觉 要是姜波娶了她 咱家那都是高攀了 高攀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亚太师哥协会的副会长 候选人 那万一当选了呢 不还没当选吗 那倒是 反正我不管 这个媳妇我喜欢 我要定了 我要请她来家吃饭 来咱们家 当然 下次人家来咱家 你可不能给人家脸色看 否则的话 我就会当着人家的面 侮辱你这个世人的灵魂 我还把你的灵魂脸色粉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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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咱就姜波这一个儿子 咱别一时足成千古恨啊 怎么可能呢 怎么样 老头子 你还真没摆毛活 这么多年的辛苦 我就没有白费 我跟你说还有可能是副会长呢 我是会长夫人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吃了吗 吃了吗 几点了我吃了吗 你应该问我睡了吗 我这会儿要没吃饭 我都饿死了 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哎呀 店里啊这段时间特别猛 我钱真不好做 跟你商量个事儿 我觉得你看你现在挣的也不少 小明也找着新工作了 干脆咱搬家得了 搬家干嘛 什么干嘛 咱这怎么住啊 这么小儿子一天到晚不敢回来呢 他跟妙雪怎么也应该在一块了 要不咱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呀 妙雪那地方也小 我估计俩人连衣服都放不下 所以我说干脆咱多花点钱 租个大点的房子 一家人住一块好不好 行 他们下了班还能吃口热乎的 对 我同意 租个大一点的房子 那说 老明看房子去啦 叔哥 林畅家地址 谢谢啊小孙 叔哥 你别怪我多醉啊 这林畅一回老家 你怎么这么紧张 你知道他家地址是不是 你都被老家看到了 别跟我说 都不在这干了怕惹什么呢 说真的 我觉得你跟林畅俩特别合适 行了 赶紧请你吃饭 行了 好 再见 拜拜 小伙子 阿姨 看房啊 我想看看房 那您要什么样的 我要个大两聚 那要哪个区域的 最好是东边的 阿姨 这东边范围可大了 能具体点吗 就是CBD CBD 阿姨 那附近房子多贵呀 贵也没辙 我儿子儿媳妇都在那边上班 想让他们离单位近点 那也对 CBD那边的房源我们没有 我们都是这附近的房源 这样阿姨 我给您一张名片 您直接去我们公司的CBD分店 让他们给您找 好 行行 这是他分店的电话 对对对 行 谢谢您小伙子 好好好 谢谢啊 阿姨再见 谢谢 我是宇安妮的 我是宇安妮的 小孙 妮娃小孙 你好 妮娃您请坐 好 我拿了钥匙啊 我就带您去看房子 行 这都是资料是吧 是 我也看看这个 好好好 那我给您倒杯场 不用不用 没事没事 妮娃您请坐 谢谢阿小伙子 妮娃你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谁说我不回来了 老家的事儿 一处理完我就回来了 店长在吗 在呢 那就跟他说一声 哈哈哈 泥洋 店长在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